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很清楚 可能到了大四 脸皮更厚一点吧 为了多吸引一些学妹吗 嗯 那唱过情歌吗 唱过 第一次情歌唱给了谁呢 还是自于自乐为主吧 可能唱给了林玉头了吧 刚刚好像听亲友传说 你的声音很像一个 宋佳 宋佳 对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个小段 学他唱一段 相互跌 相互跌 是我的美女 两只老虎 嗯 那什么 说话 说话 如果我能看得见 就能轻易的干 哇 就这样 你们看他唱歌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有一些就是 一个与众不同的样子 我唱到高音的时候 容易翻白眼 这个视频下方给大家看了 我在这里翻译就不太好 他们想说你唱歌要 想说 有没有 你是哪里人了 浙江 你们那边有些什么方言吗 海底 会有海底话唱歌呢 没有唱鼠 你来秀一段吧 好 上歌 好多多鸡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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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缘反名 有 有 有 我是粉 来 找女朋友的标准 帮他转向女朋友 快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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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这次来参加 Mainstar 是为了突破李公男的界线 然后 接机 找个女朋友吗 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李公男也有女朋友 她们也没有这个界线 说到这不然 我们来谈谈她女朋友的标准吧 加在镜头前面 然后播出去之后 我们还能超越《非诚勿扰》 那叫人啊 对应就好 其他的要求就是你 的 不能 要求移到这种地步了 多总吧 这个身高一米八 你第一个话就这样出去 然后 最近正在健身 肚子超六块附近 然后你展示给我们 大家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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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刚刚我问了决赛前 你想做什么事 你说了 是想请求来吃饭 但是我想问的 更想问的是 你拿到冠军的那一刻 你最想做什么 在现场的时候 唱一首不敢唱此歌吧 浪子明天不上来 我觉得 如果真的拿到 可能你最近在那 晕倒在床上 在床上 祝乐众 报告 不不容许 留意 不不不不不不不相�nom